HELLO,我是令玉涵 那這部影片發布的時候應該已經大年初二了 所以就先跟大家說一聲新年快樂 那因為過年這幾天放假的關係 所以我就來分享一個前幾個禮拜做的東西 那前幾個禮拜我們剛好有機會去帶一個小學二年級的課程 這個課程是要帶他們做一個Automata的機構玩具 所以為了這個課程我要做一個很簡單的教具 可以讓他們很輕鬆的體驗各種凸輪的效果 所以這個教具最後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製作過程吧 首先要做的是這次作品的關鍵 我用3D練習做了兩個可以放入M4螺絲跟螺帽的套筒 這樣小朋友到時候就可以靠手旋轉兩個套筒 來更換要夾在中間的凸輪 但這部分完成之後我們就先來組裝盒子的部分 由於這次是要製作教材不是產品 所以盡量把東西做得比較堅固一點 所以我這裡的把手就直接用螺絲來當作轉軸的零件 那固定的部分也因為不用追求美觀 直接用3秒膠黏著就好了 而把手這邊 理論上應該要用緊固螺帽來做固定 比較不會在多次旋轉之後鬆脫 但是我用的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在上面擠一坨熱熔膠 這樣也可以達到相同固定的效果 再來盒子的部分就蠻直接的 刺片木板固定後再用3秒膠黏著 再來要做的就是凸輪裡面follower的部分 透過把木頭加號以及兩層的軌道限制 就是你看到我這邊做的這塊方塊 來去限制它的自由度 讓它不太容易傾斜或是旋轉 就只能上下移動 那為了確保這個零件的流暢度 我還塗上了木辣油 尤其是切割面的地方 因為它的膠油會增加它的摩擦力 測試沒問題之後 我在follower的兩邊 都放上一個圓形的檔塊 這個主要是限制它的移動 也不會在拆裝的過程中 從盒子上掉下來 那最後就是要做轉軸的部分 直接比對盒子上的作畫技 再拿去線距上處理 把切好的木棒 三天一開始做的3D練習套筒之後 再用3秒膠把它固定起來 這樣大體上就完成了 到時候只要把小朋友 自己用PP板或是木板做的凸輪 放進去 再把螺絲轉起來之後 就可以測試了 但為了讓凸輪不要左右移動偏離 所以我在轉軸的兩側 都做了檔塊 去固定它的位置 最後再把把手裝上 這樣這個作品 原則上就完成了 所以願意做起來 大概長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在實際拿去上課的過程中 有做了一些修改 第一個修改 就是標示旋轉的方向 因為使用螺絲的關係 所以只有一個轉向 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第二個修改 就是我在螺絲跟套筒之間 也有加上三秒角 來強化它的固定效果 最後當然為了 讓這個作品看起來 不要那麼無聊 所以我就拿了一些 在網路上抓的3D模型 把它黏到 Follower的上面 做這件事情 的確就大幅增加 小朋友對這個玩具的興趣 謝謝你參觀這個影片 但這個教具實際上 操作的時候 我覺得還算蠻順利的啦 但是有兩個問題比較討厭 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螺絲的方向的關係 所以它把手其實只能往某一個方向旋轉 另外一個方向的話 它會越轉越鬆 那第二個問題其實是螺絲 雖然我螺絲已經選得蠻短了 大概只有10mm吧 但是對小朋友來說 轉這個螺絲還是蠻麻煩的 所以目前還在想說 轉軸連接的部分 到底可以做怎樣的修改 那目前有一些想法就是 把它換成磁鐵啊 或是其他的固定方式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 那這禮拜影片就這樣啦 我們下禮拜三見 掰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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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2 1 2